我们要吃涮羊肉了 好烫呀 金色花宝 时隔四年 我再次来到了北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将和宝剑嫂一起 分别进入吃吃吃和逛逛逛 感觉我们在合拍 但有每几个瞳孔的画面 可能我们在拍一种很新的合拍 两个湖南人来到北京 首先要吃的 自然是安徽人推荐的 过桥米线 显示我们已经到了呀 实景图看一下 美食城一楼 这是一间藏在美食城里的小铺面 位置并不显眼 但足足开了39年 上过电视20多遍 84年做到现在 当时小伙子现在都成老头了 难怪朱莉小姐姐 从初中迟到了大学毕业 而店里的招牌嘛 就是这碗清清淡淡的鱼碗米线 吃两口 酸菜不够汤不够 都可以免费天的 好嘞 吃好为止 谢谢爷爷 不用客气 我那有辣椒 那我要加点辣椒 这个辣椒辣吗爷爷 不辣 不辣 那我来两口 还怪 啊 你跟我把话说完了 你要我还没说完 你就放过你了 没事我能吃辣 走了 你就是哭了人家问我 要看你吃辣 不可能 一碗鸡汤 六颗鱼丸 两勺酸菜 外加一颗长得很像鱼丸的鞍唇蛋 这和我印象中的云南锅桥米线不太一样啊 米线脆痰偏硬 鸡汤清爽不腻 酸菜开胃过瘾 辣油微辣刺激 鱼丸外型不规则 我猜它是手工做的 个性很调皮 和藤大爷一样调皮 质地很饱满 入口很Q弹 淡淡的鲜香 微微的回甘 就香 就香 像石菜里面泥做的样子 哇 你怎么会来当美食国主啊 米线的焦头比较普通 米线的味道也很朴素 但它为什么能屹立39年呢 据说 大爷最早在夜市摆摊的时候 买米线的队伍就能排出上百米 后来夜市整改 档口几斤搬迁 但生意还是火爆如初 因为米线还是鸡汤鱼丸加酸菜的老味道 所以客人 还是那些吃了二三十年的老街坊 掌勺的 还是那个爱开玩笑的老大爷 我猜 石客们眼中的大爷 或许还是那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 大爷眼中的客人们 应该也满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旧模样吧 哇 我的天哪 这个吃到后面居然是有点辣的 你看我这个嘴巴其实已经没有 口红了 你看 那种呢 哈哈哈哈 登登 哎 放在一个行啊 是不是 好嘞 本来想跟他宣耀一下 说我把它吃完了 也没问他要卫生纸 因为嫂子有卫生纸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喝出了一种女侠喝酒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用争世上发明 既然是女侠自然要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所以我决定带嫂子去尝尝地道的 蒜羊肉 好吃的蒜羊肉 首先 血料要紧 弹成圈的后腿肉 不仅嫩还有嚼头 戳成串的瓜条肉 足够瘦还切得厚 第二 调料要香 除了浓郁的麻将 我还习惯加点辣椒 自家新腔 注意香菜嘛 喜欢多加一点点 你呢 第三 计时要准 16 17 18 18 好弱 刚才好像没吃 完全没吃 这几秒不够 可写的30秒 绵羊温馨提示 多算个几秒会更佳 放手 天哪我吃了3块 生羊肉 我今晚不会拉肚子吧 我不会在盘家园 找不到厕所 确实找不到厕所 但只是因为尿剂 看来我的肠胃还可以 只是因为不熟悉地形 绕着盘家园跑了大半圈 上了个厕所直接迷路 本来离关门 就只剩一个半小时 等我找到嫂子的时候 摊主都开始收摊了 哈哈 我迷路了 真的啊 我围着这里包了一整圈 我在这里买了两壶了 哦你买到了 看看 这个在网上面 要两三百块钱 我在这几十块钱就买到了 真的 那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想爸爸呢 啊 哈哈哈哈 潘家园是全国最大的旧货市场 其实在这里是可以好好逛一逛逃一逃的 但最好周三或者周五的晚上去 不但营业到零点 而且摊位也更多 三点钟了我们还没有吃早饭 因为我们昨晚聊天聊到凌晨四点 不过啊 玩起也有玩起的好处 比如啊 据吃人气火爆的牛肉面 都不要排队 这是一家著名的清真餐厅 每天要炖几百斤的牛羊肉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面条和焦头 是要分开点的 噔噔 我们点了两碗素面 半斤酱牛肉 一份小碗肉 以及一块钱一叠的 当天现制辣椒油 好甜啊 太棒了 你们猜 我会先从哪里吃起啊 面条很吸汤 而且分量足 猛吸几口都不见少的 难道北京的面条 也会自我繁殖 而半肥半熟的酱牛肉 嗯 手炖得很烂 肉粉中不断煎出浓郁的咸香 分不齐是酱 还是汤 肥肉足够糯软 清洁一寒 就一处醇厚的脂香 从口腔涌进了鼻腔 唯一的遗憾 就是辣椒 我们一点都不辣 就是香 小碗肉则比较紧实 略微塞牙 我更推荐酱牛肉 真的很好吃 只是刚吃完早饭 天就快黑了 原本去天坛的计划 估计要泡糖了 才怪 网上说 天坛情年店夜间会亮灯 夜景无敌棒 拍照超级美 我这里可以看到一点点 就在这里看看吧 如果能够让我录得开 开灯的呀 我就好了 礼拜六开灯 只有礼拜五和礼拜六开灯 节假日也开 原来不开灯啊 今天等多久都没有用的 寂静的夜无事可干 回到酒店继续聊天 果然不出你所料 我们一聊就聊到了 第二天的五点 一觉醒来又到了下午的三点 直接去我那个吃货姐姐 吐着血推荐的 羊蝎子火锅老店 她说她每次来北京 再忙再赶 也要过来吃上一口 到底有多好吃呢 只可惜 嫂子不太能吃啦 无奈人最后的妥协 就是点 稍微有点辣可以 微辣的怎么样 你看 这满锅雀跃的飘零 溢着香 滚着泡 飘着烟 冒着气 好烫呀 这块羊蝎子 我长得好香啊 看着她满脸蝎子开心 善良的我 眼泪从嘴角不不住地流下 小啃一口 口感像羊蝎般软柔 且辣味不重 鲜香丝豆浆般醇厚 但不腻不油 肉是紧黏住羊骨四周 只需轻轻一作就脱落 羊肉被汤汁完全尽头 几乎一点伤味 都没有 果然最美不够骨鞭肉 只是光啃一全还不够 千万别忘了这条小舌头 是一整根软嫩的骨髓 滑滑溜溜 润润油油 请你长按住点赞 不要手抖 饭后 我们还约了一家最好玩的密室 期待的搓手收 然而 怎么有人玩密室脚 扭不到啦 好弄 说没有组织的情话 好的 主要组织的损伤 笑死人呐 好在 脚踝只是软组之损伤 好在 第二天正好要回家 回想上次来北京的时候 我还因为滚不出马球 而苦恼不已 而这次来北京的前一个月 我努力努力 也只更新了一期视频 来陌生的城市走走 一是为了散心 二是为了寻找灵感和选题 忽然发现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 拍生活Vlog了 感觉回到了几年前 漫无目的地走走走 轻轻松松地拍拍拍 但这期视频的节奏会有点慢 内容比较碎也比较长 希望你们不会觉得不习惯 也希望你们看完 不会觉得无聊 什么 真的很无聊 嗯 那我后面还有很长的花絮 你是不是会插出去 当然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也欢迎给我点一个小星星 就好像真的有 海虫吹漏的眼神 真是真是假的 等不来 还不玩的吗 它不是很甜 比较清爽的口感 还是挺清爽的 是有点轻微的 嗯 嗯